看到中国任何现象的报道都不离开清零跟风控 那么确实深圳的社区爆发了严重的风控警民冲突 您看到社区民众忍无可忍 推警察推护栏 而警察似乎也挡不住这股民怨了 那么近期显示在马上要来的中国大陆十一假期里面 有一些地方的人气确实有回笼 但是由于坚持清零 所以每一个主要的城市都呼吁城市居民就地过十一假期 深圳这个激烈的警民冲突是因为在深圳福田区沙尾 一个社区发现一例确诊风控全社区 这个已经在大陆经常常见 居民高喊解封警示激动 甚至喊穿着防护服的警方行程对峙 双方激烈推挤 动手将微风栅栏扯开 推倒场面混乱 警方急了还动手制止居民行为 爆发激烈冲突的是深圳福田区沙尾的一处社区 因为出现一例感染而被封控 26号深圳新增10例本土感染 分布在罗湖东湖街道和福田沙尾等区域 接下来居民得逐步出户连续10天检测无新增感染才可解封 但这一来11国庆假几乎哪都不能去 新增病例初步呈现多点散发局部聚集的特点 你完成基因测序病例均感染的是传播速度快 传播力强的奥密克戎 BA.5变异株不排除后续出现新增阳性个案的可能 官方严格执行清零政策 民众对于动不动被封控 限制自由已经按耐不住 相较深圳疫情反复 上海赶在假期前 宣告全市疫情风险区全清零 自今天零时起全市疫情风险区清零 全市实施常态化防控措施 虽然回归常态化防疫 不过11假期间上海也倡导就地过节 减少跨省流动 大陆长三角铁路预计11假期运输 从9月28号起到10月8号 总共11天 预计发送旅客2000万人次 9月30号跟10月1号是运输高峰 特别要注意的是 今年旅客到达目的地城市时 都要立即实施落地核酸检测 这个是支持的 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这个政府和这个医护人员付出了很多 我们作为普通市民来讲 肯定是应该来配合这个 大陆国家卫健委先前就已经要求 在10月底前搭乘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 都支持48小时核酸阴性 在此防疫下这回11假期出行 还是以短途和探亲人流为主 旅游观光因为防疫受限 而假期消费商机随着长假逼近 有建区升温态势 新款的金式设计全部陈列出来 由于11假期较长 不少新人选在这时候结婚 10月也是大陆传统黄金销售旺季 市场掀起颇够够惊热 打算买一些就是结婚用的戒指啦 套链还有那个手镯之类的 黄金销售门市涌现人潮 大陆各地商圈热度更持续攀升 大陆国家讯息中心监测全国 232个商圈人流量 9月15号到21号 比9月1号到7号增长4.3% 把握假期消费力 在湖北武汉一家新盖的购物中心 这几天公班加紧做最后收尾 要赶上11假期间开业 武汉的这个消费总额呢 已经是名列全国的前10名之一了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信号来的 不止购物中心 百货卖场还有各地举办的市集活动 这个11假期 消费市场还是期望在严格防疫下 冲出点业绩 TVBS新闻综合报道